SNH48第二张专辑飞翔入手 已经踏入了预售的节奏 这部 妹子们为了粉丝梦能够更好地了解这张专辑 并且炎炎夏日 马不停蹄地飞到了北京 参加了一轮又一轮的宣传通告 而这一次 在节目录制中 竟然有一个节目 设计到了空空和汤明两位同学 心中的噩梦 我爸老公 我老家是北京 可是我真是替他 真的吗 真的真的 我祖籍下上写的是北京市 某某些就不告诉我了 不是山东吗 滚蛋 然后这次来了已经很开心啊 然后最开心的是 嗯 参加了很多水上活动 然后看这两个人从 那个 别叫 滑道上面下来哭成 别叫 哭得气不成声啊 感谢出他们最柔弱的那边 我真的好开心 我走 后来是送他们两个了 很高很高的 摩托鸡 然后看到那个 我都看不到 滑下去的地方 我好不扣 然后 笑死了 因为我根本不怕这个东西 真的 真的 我小时候 滑过水 然后 然后我又是小土生 所以就不能做那些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和戴萌 还有两个土生 然后做那个 什么 大转盘 然后从高空失重的感觉 接下来 真的是太美妙了 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将会来 往往以后多吃一点 对上面也35公斤 就不能吃了 它就多了4公斤 稀好 稀好 稀好那个 你其实哥哥的脚压着 我不然我姐 人家就出去了 天哪 当然 北京之行有担惊 也有欢乐 在上海起步的妹子们 在北京 同样也收到了 粉丝们热情洋溢的招待 而他们也在即将离开 北京的那一刻 留下了对粉丝们的祝福 很开心啊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 在上海活动嘛 之前他们也有 比如先离开刀的 飞过来看我们之类的 然后这次呢 我们终于来北京见面了 然后能够回报他们的支持 觉得很开心 然后希望以后也能 多一点机会 能跟其他地方的饭接触 是是 这次来北京 没想到一开始有招饭了 没想到我们的饭会来这么急 然后看他们 我主演的时候 他们也在下面跟我们演唱 会一样挥舞那个应援帽 我就是又惊吓又感动 又开心的心情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知道 惊吓 就是没想到有这么多粉丝 会来我就一点 惊喜 惊喜 把全面那个惊吓给我去聊啊 然后还有以后啊 可以说可以需要更多的地方 见到更多地方的饭 不用每次他们都来看我们 可以我们去看他们 耶 这次来北京呢 从那个叫什么舞 我们从上海刚刚到北京的机场 就感受到了北京的粉丝机 非常有秩序的 然后大家都很体贴 很包容我们 就是站着远远看着我们 又没有跟进我们 嗯 都很包容我 接着我们 哈哈哈哈 然后呢 呃 第一天的那个通告 是那个什么 在中国 那个感受到北京粉丝的 就是相当的壮观 觉得非常爽 我们 感受意 希望下一次 泡棉 卡娃伊 泡棉 卡娃伊 对对对 觉得北京都特别的可爱 还在拍我吗 觉得北京都特别的可爱 然后对我们也特别的热情 有礼貌 很有礼貌 在北京 非常谢谢北京的粉丝 然后来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支持 然后我们 说回之前 有本子给我们一人一个小礼物说 看我们是比较在忙 所以没有时间去北京买些小东西 然后所以他送了我们一人一个 洋洋的北京的小特产 对华伊 觉得他们非常的贴心和日情 然后希望我们下次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可以和不同的地方的见面